好法官办案呢常常要抽签的抽案子 有的人呢奶油桂花手这一抽抽到的案子 他觉得太复杂或者太敏感啊或者是太麻烦的 就会想要用别的方法呢来请调 比如说像育婴假啊说什么甚至辞职的 这些这个例子都出来了 以前不是没有看过但是这次的这个案件呢 是承审教育史上最严重的营养午餐弊案的法官 板桥的地方法院的一名法官呢他被怀疑说 你在改掉其他法院不成之后转调家事法庭 并且把案子释出去是不是就是不想办这个案子 但是司法院长呢认为说 法官你都没有把诉讼当事人的权益放在第一位 因为你换法官的话呢你全部要重来一遍 这个案子呢又姿势体大牵涉的人又这么多 那么要求板桥地方法院写检讨报告 同时还说一定要好好的处理 39名国中小校长社营养午餐弊案重创教育界 备受社会瞩目案件进入法院审理 但陈审邓姓法官却被人质疑临阵脱逃 为了私人理由要轮调 还没结案法官换原作 连司法院长赖浩敏都动怒 要求板桥地方法院一定要处理 法官他的志愿是办理名刺案件 那么他已经有超过三年以上 那么不能依照他的志愿来办理名刺包含家事案件 那所以在今年本院的事务分配的时候 那么他是排序第一名 通常法官轮调很常见 但这次院方内部也看不下去 在法官会议上具名投票 只可惜比数55比53赞成多出两票 还是让邓姓法官轮调家事法庭 在营养午餐弊案中担任受命法官邓雅馨 现在改由去年才刚分发的 占惠家接受 只为了一个法官他要从刑事庭调去家事法庭 那就要劳烦所有的被告证人律师 重新再跑过一趟法院 而且法官不断的强调他们不是一般的公务员 他们是特殊的公务员 如果是特殊的公务员 那对这件事情他的考虑的层面 我想应该要比一般的公务员 要更加的贴近民众的需求吧 虽然是公务员 但法官主持公平正义责任赶摆第一 8月底才刚宣判的苏健合案审判长周震达 以及审理扁案的蔡守逊 都是等到案件结束才升迁 不管是重大瞩目还是一般案件 法官随意调动影响到当事人权益 这份新闻林世宏 吴亦轩台北财发报道